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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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新 整天从早上起来到晚上 那可能除了睡觉 还有12个小时 比如说你半个小时睡觉 16个小时 除了吃饭上厕所 除了做基本上也没太多其他事情 那就是 入不动在那里 现在中到啥 既不上也不下 别人逗你 你要把修道当成回事情 你来这不是玩的 就是那师兄们 有的游戏啊 不管他是怎么个游戏法 或者是有的逗你啊 他头脑有时候散啊 或者是什么 真的不是修道 不是要做在官方 或者一定要做餐堂 就是看你 如果你真把修行这个的 出炉会放在你的心上 那你每时每刻 保持觉知就行 每时每刻保持觉知 我既不提起来 觉得它是个多高的事 也不说放下它 就让自己的心态既不低迷 也不说亢奋 就保持中间这个状态 若不都清醒的认知自己 现在在修正 不管谁说啥都 你可以打 甚至可以开玩笑 但你的心如如不如在那儿 旁观之中 你在修正 心不能游戏 刚开始心不能游戏 现在找这个感觉 找这个感觉就对了 找到这个 中间这个位置 把它放在那儿 就这样子 每天每天 那从早上起来 到晚上你一直在修正 从早上起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修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算一次 一个星期算一下 那才是修正 否则治愈干啥 好好的 找着嘴 找舌头不说话 所以不管关闭六根 哪一根 最终还是心不能游戏 但是主要是心 心的心 它不动其实是没办法了 最终是让你正如空 不动是一个没办法 不动你说死 大家都不动能干啥 是吧 空是要随时能启用的 因为真空的这件事 随时要空 空灵嘛 你知道真空一定灵动 真空一定奇妙有 如果完全的生性不动 有啥用呢 这不死 这跟那师头佛有啥区别 是吧 但是 你没空以前 是让你不动 是因为你太动得太厉害 就是说你太乱了 乱套了 就是整个生性全在乱 所以让你不动 不动是一些对质散乱的 等你真的静下来了 已经不动的时候 它 不是你不动 你心可以动 但是你要 只是不分别不执着 不被静转 不分别不执着 不被静转 但是你要喝水 但是呢 只是不分别 物来真意过去不留 做完就放下 做完就放下 这才是 刚开始就是 这就是说有不说有 你做完了放下 做完了放下 说完了把那句话放下 不然你说的圆满不圆满 也不要说 哎呀我这句话 是不是没说好啊 是不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平时这个日常生活 就这样 每天一天 你从早到外 要清醒的知道 你今天早上起床了 八点钟我又开始了 要接触这些师兄吗 他们会说各种话 他们会出现在我面前 有各种形象出现 还有外来的师兄吗 他们会怎么样 可能有各种情绪 有的对我好 有的对我不好 或者是我自己的状态也 那么过来 我以为你是在洪水中 我要做点啥 或者不做啥 或者喝茶 或者不喝 或者扫点花 帮着干活等等 或者我不干活 等等 那大家对你态度是什么样 也知道 心里知道 但是你从那一刻早上起来 那一刻 你已经开始修正了 知道了 你开始进入战场了 等于上了修正的场了 在战场上修正 然后一直一直一天 除了中午休息 睡觉 该睡睡 该吃吃 该睡完醒来 那你一天 你的健吻觉知 一天的健吻觉知有啊 那这健吻觉知 让你的心 它就 它就不影响你的心 一直到不影响 你的健吻觉知 一点不影响你的心的时候 你的定力已经很好了 慢慢的 如果你的这边地力很好 就是 其实到最后很好的时候 是你慢慢就觉得它空了 因为你就觉得自己消失了 你不被这些东西影响 因为自我就是建立在健吻觉知上 你健吻觉知对你没有 你不起作用了 那自我就快开始灭了嘛 因为你看见啥了 你听见啥了 你闻到啥了 你 你起心动念嘛 你现在 你不起心动念了 这不是不分别之处 你只要不起心动念 自我就在消灭 自我就会消失 自我消失 那就空了 那就开始进入空灵的境界了 但刚开始起不了作用 你好像空了 但不起作用 但是一直到圆症 你看佛菩萨说 关于菩萨的二个月 他说空觉即圆 就是空的即圆 那就是圆满的过程 然后你坐在那就是空 不管你说话不说话 你就是空 那是正量境界 甚至没有起 你会正如无声境界 就是说你坐在这就是空 你画 不管画 不管你的动作 起来灭的 根本也无起出 也无灭出 因为心空 所以没有起的地方 也没有灭的地方 所以这才叫说与不说一个 要做与不做一个 这完全是 这个必须达到果位境界 你都无心的境界 就是无违法 现在在道上是有违法 你的头脑 你现在你嘴巴闭上了 但是你的头脑在晃 你头脑在游戏 知道吧 你头脑在游戏 是这个游戏 不是游戏必须可 你还 你的眼根在着想 耳根在着想 这个要着想 并不是你执着事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阿千在这 说话的时候 你也要开玩笑 你的心是玩笑的 知道吧 小沙动你的时候 你也想应酬一下 是吧 举个例子 但是你是在修行呢 你别忘了 应酬不可以 玩笑不可以 知道吧 你的提起那个心气 心神 你在战场上 你在修正 你在修子语 你必须修一段时间 我才提醒你这些 你就会理解 你在做什么 你看 你在修子语修了几天了 三四天了 我走 我那天没来 那天你说是要修 只有要塞 不怪几天啊 好 但是你脑子里边 各种游戏 各种圆滑 你还在应酬这个道场 应酬 应酬 应酬师兄们的大闹 兮兮 就没有 心没有任何这个 不是心若止水 没有任何在修正的状态 心不在 你还在应酬 而且 你还在头脑对各个的 对家人的 失望 抱怨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 失望 抱怨 还是还活在这些里边 你不再修正中 所以你觉得 没说过是这样的 到时候肯定有人 动你 大家活在红尘中 各种圆 动你啊 什么 跟你开玩笑 这很正常啊 是吧 各种色效 各种声音 各种 起心动念 坐在你旁边 都是这样 不断地在触动你 你的心在哪里 不要 寒心无处不在啊 寒心不早下 你说这些有啥意思 那一刻你的心 当然你有个修正的概念 也是对的 你的心 就做中道 不赢不拒 不悲不坑 但也不是奔这个脸 很平和的 慢慢的你会知道 你在中道场 不赢不拒 不逼不坑 我也不应酬 因为你这是道场 你不是在你的那个 生活里 就是红尘里边 你要应酬嘛 七七六月啊 人情世故 你不应酬不行嘛 因为这儿都是修行的 大家都是道友 你不应酬完全可以啊 你不说话 你心不应酬 他也不至于骂你啊 他也不至于怎么样 他是一样的 嗯 你在修 但是也不要修死了 做人呢 别人说个啥 这样子 就是 我就是头大拉着 你是个修行的 别人都不是 嗯 但是 大家 你看 正生正义正严 是修行最基础的一个低级 就是 他逗你 就个六字 他逗你 正生正义正严 是有事吗 是吧 哎 问他 有事吗 你不说话 闲着有事吗 没事 他再逗你 我在修 不好意思 举个例子 你两次三次 他就不逗你了 是吧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坐在这儿 很张扬知道吧 张扬 就是那朵气啊 就是坐在这儿 一看就不再修正义 是吧 眼睛着色相 耳朵着声音的相 啊 阿清站在这儿 他这样的时候 你就 哈哈 你也跟着了 你的心跟着 跟着 知道吧 我举个例子 我不是你这样 我是因为 你说话 就是表情包嘛 表情大一点 表情大一点 他就 因为 你 因为阿清很熟 或者是 很多事情越来越熟了 他逗你 你也逗他一下 你也弄他一下 你在修正义呢 我就说你要不 你的心一直 你的心一直被在 一直不在 你不要以为说 哎这样也是修正什么的 刚开始不是 我告诉我 你必须有一个态度 修行的态度 知道吗 状态 你看如果是 如果是 你要是说 已经这么几天了 你修至于 我都没见你 是吧 今天我坐在这儿的时候 如果你修得进入状态了 你知道你会 绝对不是这样的 你进入状态 你的眼神 首先是不动的 不会是 散来散去 散来散去 哎笑意盈盈的 散来散去 我知道说阿清老师 也挺高兴的 但不是那样的 他越会是有一种很正的气 在这儿不动的 因为心子了 所以气不会动 他不会动 眼睛是心灵窗户 他也会很高兴 哎看见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哎 哎 打个招呼 哎就觉得 哎 哎我们俩都在道上 那种感觉 哎你在修行 我马上就心灵死灰 你修到哪个程度了 你眼神扎扎扎扎的 心 跟他们没任何区别 跟大家没任何区别 跟不修之余的 没啥区别 你还说修了之余 这不修啥 是吧 这不白修了 还有你心脏 心的那种心化 不断地在散 心啊 就是你不再分辨 你也不执着了 你觉得你放松了 从家里来 这两家也在不断地敲嘴 不断敲嘴 是不断地敲嘴 但是你没进入战场 没进入如如不动 没进入子 没进入子 心若知水 心语为止 心声为止 就是 但是我要一说你 我又怕你绷紧了 知道吧 你本身很累嘛 刚来就要放松一下嘛 你以前修得有点紧 但你紧只是头脑紧 你的状态一直不对 我发现 而且人情啊 这些冷暖啊 这些东西 你太早下 你太多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 但你是要出三界的 六道的嘛 你现在哪怕你说 哎呀人在江湖 我怎么能出呢 这一大堆上有了 你现在 现在他们影响你嘛 最起码此时此刻 一个小时以内 他们不会影响你 谁也没影响你 就是你自己搞的 此时此刻此地 此时此刻此地 今天从我进来到现在 没有人一个人影响过 你不能不看啊 你一个小时以后会有啥 这些东西都会有 都是有的啊 但是你回 你解决问题了 你不互相骂吗 互相说吗 你解决了啥问题了 你看了有啥解决问题了 回去晚上还要看到我的视频 视频可以啊 你要在心在状态上 你视频你说的语言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的状态都不是那样子说的 你心还在红骨红车 还在各种事情上 你跟老婆说话也是 老婆一看你就不笑个 在那修行 是吧 你离开家干啥去 你修行 你都修这么久了 修好几天 谁能斗得了你 是吧 你在玩 知道吧 你在游戏 你只是来了道场 来了个猪海 来了个猪海 有啥用 来了个猪海 来了个道场 你认为这 如果你心不在那个状态 那这儿不是个房子 烂房子 这有啥 缺库改的烂房子 你在家多好啊 这边妻子 这边女儿 是吧 左路右包的 多舒服啊 你干嘛来这个烂房子里面 受苦 然后说是 我心向着太阳向道 然后来了 游戏 你能游戏三枚吗 你没到那个境界 抓紧每一分钟 心安住在那儿 因为你不容易啊 你每天跟家人打上仗 你坐在这儿 你多难了 你不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 也住着不能乱转 对吧 不能找色小 男小女小 这些东西都不能懂 情向欲向 好笑干净的构向静向 你总不是来 猪海寻找另一种快乐来 只是在家里 世俗的快乐不想了 想来猪海寻找另一种快乐 世兄们之间的快乐 同行道友的快乐 或者是 小婚夫想完了来 想想情婚 就是如果你不能正的 真的是不能自在 在哪也不能自在 就狠 越小 你要是不在状态上 你知道吗 越走越难 你知道 因为你在这样子 你在放下一些东西 你在跑去家 你在离开家 你知道吧 最起码在妻子心里是这样 她在那边焦虑 你在这边还是不在状态 你何苦呢 你一定要有收获 是吧 如果你既然决定 你来猪海了 是吧 那么你就要有生活 知道吧 你自己有一个心里有个定数 当你不管你明天回去还是不回去 或者是走到哪里 你朝山或者行驻 在地区或任何地方 住住 你的心里都有一个决定的之间 你是无忧无悔的 知道吧 不管失去什么 得到什么 你的心里面坦荡荡坦然 就是无悔 就是那种 没有任何遗憾 而且那是来自于 你寥寥分明以前 你才会不遗憾 你看不清楚 你怎么能不遗憾 你看不清楚 如果妻子有事呢 孩子在家有事呢 是吧 你出来了 你不回去 你也吵架 或者是什么妻子有问题 或者最后得了病了 或者有事了 心情郁梦 离婚怕什么 都大不了 大家很多人说 大不了不在一起吧 离婚对休息来就没什么 离婚对休息来就没什么 离婚对休息都不怕离婚 其实有事了怎么办 得了重病怎么办 是吧 你心里就会内疚 愧疚 哎呀他是因为我得的 哎呀我不能离 我都陪着他 你还行不啥 你给他治病也治不完 是吧 他就不好 因为他是因为你得的病 你要不提下休息 他就不好 那潜意识里边 他就不会好 他绝对不会 哎因为他一病 你就陪住了 他就陪他了 知道吧 嗯他就得个病 给你看 是吧 这我经常看到 休息人家里都是这样 哎 你你愧疚 你你还不能离婚 因为就算是他再差你也不能离婚 因为你你觉得 你离了还像个休息人吧 自己心里有良心过不去嘛 你陪着 哎 每天折磨 就发出现这些违缘啊 违缘 然后你就哭不开 也休放不下 休息放不下 家里放不下 那边家 你知道吧 所以抓紧世界好好珍惜福报 珍惜你的每天每一分钟 来之不易 对在家里来说 尤其离开家 你有老婆 你有孩子 有家里不是很愿意你走开 对这些对这样来说 你的你会 你要好好去修 就珍惜一下 真的珍惜 所以 妻子怕失去你 你知道吧 妻子怕失去你 但是我觉得 你就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是 你就是 如果你不在珠海 但不在修行的状态的话 你确实是太对不起他了 你再止语 他没止心 这有啥意义 是吧 哑巴也不会少话 哑巴能成道吗 如果心不在道上 哪儿也没尽头 你知道吧 你在哪也 你在来珠海 你只不过是说 老师在这里 老师在这里 老师就是这样说你 怎么 就是老师唯一能做的 就这一点 不是老师给你怎么关底 怎么 老师能做到的 就是你说 哎呀我去做爱 你老师这里 好老师就是 你不在 那就把你拉回来 就能做这一点 如果你就像 就像我 你来了几天了 就像这 我不是说这个 你来到早 你付出也很多 可能做事啊 或者是做 但是如果你的心 一直在 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我今天进来 看见你的心 你在修啊 因为我是 我关注你的修行 你要这个状态的话 那你老婆骂你是正常的 应该的 应该骂得再凶一天 我告诉你 我发现你离开家干啥呢 你好好不在家里面 是吧 承担做 丈夫跟老公的 那个爸爸跟 丈夫的责任 你说是出来修行来了 你干嘛来了 出来 去出来修行去了 但我那两天 你刚才没舍得说你 因为你那两天挺累的 看你心 心很急 很小成道 而且心里边 已经受尽磨难 被人家 就肯定骂得 已经琢磨坏了 但这两脚 我就要咬过来了 我就能说了 色相 眼睛的色相 耳朵的声音 知道吧 这两个 对你的心影响蛮大的 那怎么修啊 嗯 如如不动 修我止水 眼珠不能乱转 你可以看我 你可以看 有一天你看我 我觉得 哎 对了 就是 里面太多人情事故的东西 人情啊 人情 知道吗 师兄的们的情 人的情 你修行 你还能顾下 每天人情挂在心上 但不是说眼珠是不转 不转也不行 要转 但是 得看着转得挺好 你转得有点快 得看不到不转 正身正义正眼 正义 你去正正 一定要知道你在正义 我们先别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道德底线 我们先别说 我们是不是君子 我们先别说 我们是不是学过 传统化儒家文化 正义做到 就这一点 你不需要你是君子 你是小人 你先不要给自己切个分条 你不要把那些的 很多大冠冕套 那些话挂在头脑里 挂在心上 不要觉得 还遇到事的时候 我是什么 就此之地 正义 正心正义 摆正你的心 摆正义 摆在修行的位置上 你要成道 不是在这个世界 在追逐其他东西 你不是为情而来的 不是为利而来的 不是为虚名而来的 你为道业而来 一直到买卖 从家里一出门 没卖那一步 你为道业而来 来到了出海 虽然飞机几个小时 把你送过来 不用你一步一步走过来 古时候那个人 真的是一步一步 丈量过来的 但是飞机送你在那个途中 你在求道路上 虽然短了一点 一下子飞过来 那是道业啊 道业在街啊 你要过来啊 一进门 你知道 那就心就要放这 你管他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 管其他死讯是什么样的 每个人有自己成长的姻缘 你不用管 甚至老师都不用管什么状态 你管他呢 你只需要问你的问题 老师答他的见底 至于这个老师怎么活 你根本就不用看他 他有他的英国国报 他有他的状态 你因为道业而来 你问的一定是道业的事情 然后老师答的一定 他是他几十年修行的见底 他会毫不保留的告诉你 你只要问出来 他就会告诉你 这就是行了 你所有求的东西打成了 其他的都不管 告诉你 但是你来到一个公共环境 说师兄们说 后想要做点事啊 少少点 插个桌 或者要来干点义工 这个是再说难免 因为大家积极生活的环境嘛 是吧 大家要积极把它维护嘛 但是其他都不管 不管他 其他师兄修得好不好 修在这 可以交流就交流一下 不在道上的话一句 不是 问都不问 你有难处 你有说 在家里 老师我妻子不学 或者什么 有什么难兔 你跟老师说 所以我实在处理不了 但是我又想休息 那大家 看他各自 老师可以帮你 也可以帮不到你 真的 也有可能帮不到你 是吧 那老师也可以不说 你现在应该 有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去对答 是吧 毕竟大家都是过来人嘛 都是在家人嘛 都是体量到家人的疾苦 因为所有的 你知道在家修行走出来 对家人他多多少少 会有愧疚 因为爱在那里嘛 他扯不断的 有孩子啊 什么的 他会有愧疚的 他多少 家人一旦开始抱怨 他就有愧疚了 他虽然还烦 但是愧疚 同时并存 但是修行不能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都会将来形成很重的压力 给修行人 我们无形作学了佛 压力更大了 去处理世俗还没有那么多 现在学了佛 没形成正量 背了好多经典 背了好多概念 然后呢 世俗的东西也敲着 佛法也敲着 成道的心也敲着 这不就多了颗心嘛 你如果不在状态 那么你就是多了点佛学概念的心 多了个成道之心 那么更压力大了 在状态 首先要在状态 直语要在直语的状态 闭关在闭关的状态 禅修在禅修的状态 就是我没进入 没突入状态 知道吧 但不要把自己苦得那么紧 我只是说 哎呀 从中到晚眼睛折下去 也不要太崩得太紧 但是心也不能松 这叫精进啊 心也不能松 游戏啊 不能在这个厚城里面游戏 没时间知道吧 没时间打打闹闹 而且尤其你这么不容易 他们常住的话 习惯了 就是大家 都还是住在楼上楼下 因为小商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是吧 你是从家里 都跑出来的 或者是经历过重重困难 跑出来的 你哪能够想给他打闹 正心正义 就差不多了 但不能 不是严肃 要面带微笑 要和蔼 冲锋 和气 和蔼 正言 知道吧 正声正义正言 这个我觉得这个 真的对修学生蛮重要的 但是大家一直学不会 我再说 正义正言 开玩笑也可以 但是不是 不是很没完没了的 就是 开个玩笑 有时候放松一下 逗一下 幽默一下 是可以的 不会不要看那些 真的是 没完没了的 看那些玩笑 我们可以活得像小孩子 无拘无束的 或者什么状态 都可以 但是自己的心里面 要正义 有情可以 大家毕竟是 人非草木松的 有情可以 但不能被情 当察觉到自己内心的情感 起心动念的时候 突然就把它停下来 一觉照 马上停下来 然后回回到修行上 阿弥陀佛 真的是 这是到场 真的是 你学书家伙和发挥一群子于理 真的是 马上停下来 不游戏 那些东西 没时间游戏了 没时间去游戏 没时间去游戏在那些事情上 太浪费精力时间了 尤其对你啊 对你 你是可以做到的 就绝招了 绝招了一下就做到了 马上就起作用了 每一小时 你都有一小时的收获 每一小时就有一小时的收获 你要不正义 你的收获就不大 心声散乱 心灵的声音散乱 就是 虽然有欢喜 欢喜是对的 比如说 老师来了 大家聊天 你心里欢喜 这个是对的 要保持喜悦 但是会突然在喜悦的时候 我发现你游移不定 就像一条小鱼在那个海里 在游移摇摆 但这个就是这两天 你的心没收射 因为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 他就收射不够 不够 喜喜打闹游戏 在这里面 这不是放松啊 放松不是这样放松 你不要以为是 哎呀老师我是 放松一下跟师兄嘛 但放松是一种情绪的放松 心把它放下来 就不要挂矮了 心放下来 这是放松 但这种有移动 导致就是反而更难受 十年九楼你没收获 你更难受 你觉得哎呀怎么修 我修成这样了 我怎么还是 还是没有收获 好像你回家都没有交代 你说你去那修了个啥 你回来不跟我 还跟我吵架吗 你不来还是这样吗 你改了啥 你去毛病一点没改 哎就是你的状态不对 你心态没对 你心态对了你看 就明天后天 你一个星期以后 你再看看 你回答记者的微信都不一样 你的声音都会变 你都不会跟他吵架 他不管说什么 你揉揉不动 轻声吸语的说两句话 他就马上停下来 就像太阳的温暖 一下子把雨一下子能吹开 有时候不是说啥 在于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的心里边如果不正 不那个稳稳的 不是如如不动的 别人能听出来 你老婆能听出来的 你嬉皮笑脸说话 跟你正声正义的说话一样 那就表达别人能感觉到 你现在觉得是你的妻子 她们打扰你 打扰你的修行 在打扰你 而且在要求 你现在这是政治 就是说 哎呀你看我要修行 他们每天晚上有视频 他们要打扰我 不停地让我接电话 然后打电话 在打扰我 在要求我 要求我做一个什么什么 而且在打扰我的修行 其实是错的 你这是成为了 知道吧 他们不打扰你 还有别人打扰你 但是你师父能被打扰 这确实是你的事 你只是成员为了 你不要认为那就是你老婆 那就是缘 知道吧 一个缘 两个缘 这两个缘跟你很近 你父母两个缘 你妻子 孩子两个缘 最起码我们有这四个嘛 有在家人嘛 一般都是上边的父母 下边的孩子 妻子 丈夫 就这些缘 你看 这是最近的 你爱的爱你的 是吧 这些缘 打扰你 你现在被他们打扰 是因为你有你知道吧 你的我之未尽 就是你 就是缘门未尽啊 胁迫我啊 你的自我 因为你只要是被 你见门觉知转 你的自我就在那 因为自我是因为你的见门觉知生气的 你看 缘门生气 我说啥 你想啥 这不是自我就不断的生命 不断的生命 你不被见门觉知转了 自我就会消融 自我消融了 你这些缘才能了 知道吧 因为你没有缘门了 他找的是缘门 你没有了 无我了是吧 他能找到吗 眼望眼也找不到你 知道吧 缘就会了 知道吧 他就不打扰你了 打扰也打扰不到你 你那空了 怎么能打扰他 但刚开始 谁也有这些缘啊 没有一个人能干干净净的 有的人还有仇家追杀呢 还有仇人就在旁边呢 约正会苦啊 你这个还都是 基本上都是善缘 我觉得就是纠缠你一下 因为善缘 因为爱与贝尔 众生是有情欲的 但情欲在纠缠你啊 你自己没有情欲 如果是心能够很安定 你面对情欲的时候 就能坦荡 知道吧 坦荡你就无怨无悔 无愧 你就会不影响你休息 你就会震 你心震了 你就坦荡 知道吧 你心不震 你就会很烦躁 你知道吧 你自己心里面有 那些情欲不震 你就会很烦躁 你自己心里情欲 摆震了 你不被借色 你就会晃动 借生意晃动的话 你其实 女儿绝对 她就算你没空 她都不会成为打扰你 只是 你可能过来 就会说 他们还在要求我 我写要不回去 或者看看他们 或者是我要赚点钱 做生意 安抚一下 只是说 我要有个 去接个生意啊 或者是 他们那么大人了 都能独立 谁会打扰你是吧 而且到一定年龄 就是如果他们没病的话 如果除非他们的病了 或者没病的话 他们已经 每个人也会寻找自己的出路 他会 他要是执着久了 他会自己不堪重负 他会寻找承受力啊 他到承受力 到一定时候 他就会寻找 有的人就 隆陷了 崩溃了 有的人就会寻找自己的解脱之道 他就会自己去学习东西 或者自己去想办法 就解脱 就说你 这就是些语言而已 其实你的心里边 觉得他们在打扰你 只不过是 你心里也有他们 就好像是 你坐在这个凳子上 他们就在你旁边坐着似的 就在你的手机里坐着似的 你没有片刻的 把他们从你的心里放下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你放下不爱他们 你可以爱着他们 但是你现在在修行 你能不能当下 把他们先放在你凳子旁边 而不是放在手机或者放在吧 你把他们两个元父母 孩子老婆 先放在两边 你在这能不能 怎么拱成一团了呢 是吧 你坐在这他们 我觉得他们就在你身上 就在爬在你头上 爬在你肩膀上 拱成一堆 你能不能先理一理 理顺了 先放在一边 静静地坐一个小时以后 再接他们 要跟他们聊天 他们在旁边 你再跟他们聊天 而不是他拱在你的身心里 好吧 纠缠你 是吧 你先放下 你因为很久了 没有一个人静静地去活 你先放下 让圆母一个人先活两天 活一分钟 两分钟 我不说两天 三天五天 三分钟五分钟 静下来静下来 把老婆还在先放一放 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两个圆 知道吧 三分钟 两个缘分 我们在随缘了就业嘛 因为有的缘 我们在修行前已经有了 那对一个修行人来 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修行以后你在 一个围都一个围都在出 这两个缘是不动的 可能他们不再成长了 但是这样 你对修行是一个考验 你怎么面对这些缘 就算是没有溯源 这一世也结上了嘛 这一世它都是你老婆跟孩子了 是吧 那这一世你怎么了这个业 了这个缘 了不了的 因为你不要求他 你不管他 他在要求你 他也在 只有你正如空 只有你正如无我 你怎么正呢 我们说了半天了 就是你这样 现在是不被见闻觉知静转 你想想自我是怎么产生的 你就先不被静转 如果不得这就是 先慢慢的就进入空了 在空灵当能奇妙用的时候 你就能面对这些了 一旦进入真空 你就可以 因为真空的灵度 是 是圆绝境界嘛 它是 二七八八 也关流流 应出这些语言太简单了 是吧 他要啥 满足他是 没问题 你就很容易满 而且你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跟满足 他坐在你旁边就很满足 知道吗 先把他们从头脑都摘出 然后从心里先放在旁边 这是一个修行人先做的 让自己先独立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去爱 好好爱他们 这样纠缠你 你连 你怎么爱都不知道 你每天觉得自己很烦 你怎么会爱他们呢 你爱都 纯粹就是一种纠缠 他们就像两个 藤麦一样的残绕在你的身心里面 你没有片刻的把他们放在旁边 你看 圆蒙在哪里 圆蒙在哪里啊 现在你坐在这儿 你的头脑里你的心里全是他们俩 那你不是爱 你也是在乎 你在乎他们 然后你觉得 但是全是你认定的 他们俩在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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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障碍你 不可动 很难 很愚名 很愚美 你头脑里全是这种概念 他们好歹还是人道中生的 那三界六道还有其他道就是纠缠 如果地狱到中生纠缠 你怎么办 恶鬼到中生纠缠你怎么办 你要出三界的时候 可能会遇伤啊 是吧 恶鬼到中生来了 嗯 无缘无故的 把你那个上衣给我 下衣给我 因为恶鬼嘛 恶鬼就是老觉得缺嘛 缺东西嘛 啥也缺 是吧 没有他不缺的 他拿走也缺 因为一会儿他就觉得没了 他会 那种缺失感是永远 因为他永远觉得缺 这叫恶鬼嘛 不知道什么叫恶鬼 缺失感觉 那种缺失感觉 这就恶鬼到的感觉嘛 那你怎么办呢 你觉得他太贪婪了 太贪婪了 但是你就是觉得 他就是觉得你欠他的 他不停的 这叫缘嘛 地狱到中生来了 苦不堪也苦啊 那种痛苦 让你一看你就能卸进去 把你扯进去 然后让你的心里面 层层的压上一座大山 他地狱嘛 他苦嘛 你一下子 你也跟着他楼仙 因为你爱他 你在乎他 一下子 你会跟着他楼仙下去 你能不在乎吗 你又是个人 你能不在乎吗 你看看电影 你看见有人被剥皮抽筋 你还吓得无上眼 你不会不在乎啊 你不会入入不动啊 你不会留在心里了 想起来你都不能想的那些镜头 你能每天想那种镜头吗 你那饭吃不下 六道中生的缘都要了 你要成就成正果啊 你要想成佛啊 你可是 你可是为道业走来到诸海了 你想成不上正的证据 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你要不珍惜每分每秒去修正 那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而且先把家人 家人是在打电话 是在视频 先把家人从你的心里头 的话一天 你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除了睡觉 除了家人 你给出家人的时间 是最多两个小时到三个 可能四个 八个 你给他们八个小时嘛 给他们视频八个小时嘛 那八个小时 完全跟他们了解也可以啊 剩下的时间你修正啊 那也能算得下 你二十四个小时了 是你 当那八个小时 聊完天一放下的时候 你剩下八个小时 脑子里缺失他们的话 还在纠缠 还在抱怨他们 就是他们打扰你了 但是你 我觉得你不过修的也蛮好的 发心挺好的 发心挺好的 挺猛烈的 挺猛烈的发心 我才说说 你要不发心 我也不说 而且你这么难 到处还 家人一直在说你 又背着 背着 不负责任的罪名过来 又觉得被家人说 你不负责任 又不履行 你背了这么大的罪名 又为了道爷而来 你说 你要是不长进一点 你可不可以对家 家乡父老啊 你砸回去啊 我觉得 是吧 你砸弄啊 行 一定要入到载道上 所以没见见 每分每秒都要有长进 知道吧 都要自己 做人 安住 安住 不请不说 安住 那真不了道 说真不了道 有很多事情 因为到最后 其实无违法 需要圆的 越具足才能圆满 但现在你还在到位上 那你应该是 突飞猛进的 砸进 刚开始有违法上 刚开始休息很快的 现在到时候 你缘越多 阻力越多 其实你的动力越大 家人的阻力越多 动力越大 还越有人不让你修行 你越要修行 你知道吗 这一般都是这样 但是 你却忘了你的心在游戏 这是很微妙的 很容易啊 这个稻草是玩的 我告诉你 稻草就是这样设定 这个有这儿的游戏法则 就是大家吃喝玩 知道吧 又吃又喝又玩 你看 每天喝茶 吃月饼玩 没有东西啊 一定要管住自己 知道吧 而且诱惑很多 而且诱惑很多 一定要在状态啊 我过两天再看 再看你的心定住没有 最起码一个星期有个收获吧 一个星期有个收获 一个星期有个收获 不错啊 你看 现在已经定住了 最起码不动 不管我说啥 它不动 就这样子 就以这种 不管我再说啥 它已经不动了 马上去做 而不是继续听 或者是什么 去做 马上入入不动 虽然这个 这个是个指 就是说你这种指 是没有力量的 就是说 就好像呼吸停在那儿了 指了一下 这种指 但是从这个入门啊 外溪诸园啊 外溪诸园啊 你现在从家里出来 家里的缘先暂时回避了 但是他们在你心里 你慢慢需要个时间澄清啊 千万不要被稻草的缘再控住你 知道吧 人情啊 人情事故啊 这里边也是道情啊 道情也罢 人情也罢 都在这儿 道友 同性道友的情啊 再把你再控住 家里的情 刚从那个牢狱得出来 你再控在这个稻草的情里边 两边不找啊 你 好 趁你还清醒 千万在这儿定住给他 剩下的人 不管人家怎么做 你都顶你膜拜吧 人家有资本密乎 知道吗 人家 其他道友 其他师兄 不管人家是上天了 入地了 或者 怎么样飞了 你都 人家是成就主 你就这样想 我还在岛上 顶礼啊 我跟 我玩不起啊 你们去玩吧 听见吗 管住自己 管好你的心 一秒都不能放一 你知道吗 你的哪个佛果 挣个果子回去 否则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孩子啊 真的愧对他们啊 对不起啊 你看我娶了你 让你这么担心我 我养了孩子 孩子也觉得 哎呀 我爸爸在外边修行 修行了20天 还没有拿到果位 是吧 所以 残困 你应该忏悔 你应该认错 对不起 你知道我修两天 看我拿个果子回去 哎 现在在状态 就这样修啊 就这样保持这样的状态 深呼吸 先把气喬勇了 深呼吸 每天上桌啊 或者什么 在凳子上 再做点深呼吸 喬勇了 然后 就保持这个状态 面带微笑 师兄们打招呼的时候 面带微笑 师兄 你有什么事 哎 很真诚的 说 师兄什么事啊 师兄 我能做点什么 可以啊 真心正义 所以你开玩笑 不要开 哦 更不能眉来也去 哦 然后 满心 揣动 心里也不能揣动 哎 这事情咋呢 这事情是不是讨厌我 这事情是不是喜欢我 不能揣动 啊 眉不能也来也去 啊 更不能打琴马俏啊 然后呢 心中 坦坦荡荡 坦荡荡 坦荡 像天地一样坦荡 坐在那儿 那温暖如冲锋佛灭 你不是君子嘛 不是说 学儒家文化 你们不是做那个 你不用顶礼叩头 你就是满脸冲锋 面对每一位师兄 来来这儿的 哎 藏在这儿 师兄 我能做什么 因为你不熟嘛 哎 你都是只问嘛 因为你来的短 师兄我做什么 我能帮你什么 我能帮你什么 师兄 我现在在治愈修行 你不要打扰我 哎 我老婆在家还等我拿果子回去呢 否则我会对呀 我回不去呀 老婆 我永远骂你的时候 说老婆 真的很抱歉 让你为我担心了 我出来修行 真的是为你跟女儿活得更好出来的 是吧 你难道不是为众生活得更好出来的吗 是吧 为众生的出轮回出来的吗 这不大乘菩萨发行吗 是吧 是吧 你看我一定是为了你们活得更好 那出轮回不是活得更好吗 老婆说 屁你 你这个出轮回 我不出轮回 你回来就行 我就快正了 我马上就正来 你等等嘛 是吧 就是为众生出轮回 他们挺苦的 问题是现在你离开 他们觉得更苦 但是你在家 他们是另一个苦法 是吧 大家一起苦 都在苦海里泡 只不过是在红尘苦海泡 是吧 患德患世 但你离开了 他们觉得 哇 正好有另一个苦法了 你不在 这个苦啊 还有个要求 只不过众生无名嘛 但是你不要抱怨众生啊 你大乘菩萨 还有抱怨众生啊 大乘菩萨是有抱怨众生 是吧 众生人家不无名 用力多啊 大乘菩萨 你吃喝拉扎水供养 全是众生 这个是地球打扰 还是人家众生弄干净的 是吧 种树也是众生重的 空气清醒的 都是众生 众生虽然无名 但给你做了个修道的道场 是吧 众生 这个地球都是众生在维护啊 是吧 你修道你要在地球上承道 你这就要感谢众生啊 感谢无名的众生 知道吧 所以你看一承道 不上纸上报三重 下纸三土苦啊 三重啊 那 众生人啊 也要报道 要把自己放在大菩萨的位置上去想问题 嗯 不要你修行了 你为了道也 远离家庭 跑出来 你还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凡夫的小男人的位置上 跟家人跟老婆 你来你一举我一举的教证 你应该放眼宇宙了 菩萨的这些 放眼三界六道啊 你知道佛一开始起步就是 十方三世 他的 他的 眼睛前 永远看着十方三世 他怎么会在这个世界上跟人的教证呢 视角啊 那个视角跟野光啊 你要连轮回也不行 你要连三世 十方三世也不行 你还是求个啥佛法 这最基础的嘛 他会在这个角度上 如如不动坐在那儿 为众生而修行 为众生出轮回苦而修行 你会无忧无悔的 你要是这些都坚定了 然后你慢慢破解我执的时候 你的每一次 就算家人出现任何问题 你都无怨无悔 你都不会愧疚 否则你的愧疚会挂上去的 是你就觉得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孩子 对不起这个 对不起呢 就还要我修行啊 影响的 因为你是为众生 你才会 你就不会有愧疚啊 因为家人所有的缘都是众生啊 你一定会救把刀他 而且他们越苦你越坚定 你一定会承刀 你要救把他们 知道吧 就算你在家 他们该经历的苦一点少不了 正好他们有缘遇到你 而你发心承刀 最好把他们救把刀 而每一个法性承刀的人 哪能不经历这些被各种缘纠缠 你要出三件六道 那那个缘一大堆 哪个不纠缠你 但是一般都是爱我的我爱的嘛 是吧 爱我的我爱的 其实还是因为你我执未经 你有个你才有爱我的我爱的嘛 没有你哪有个爱我的我爱你 你自己不空啊 是吧 但修行胁迫我执我嘛 我执后破法治嘛 胁迫这个嘛 那老婆说你那不是闻嘛 戒闻觉知嘛 那赤皮不是戒嘛 先从戒闻觉知里处理 但这个处理就是不较真了 不管他们说啥 满心欢喜 看着众生在纠缠 在宵夜 人家骂你更好 笑得更快 哇 哇 生生世世的夜 就这么骂完了 太爽了是吧 你还完了还得吃瘦爆啊 那就完了 耳根清静了嘛 这一骂完就清静了 不是人家不骂了 是你不起反应了 而不是控制说的 耳顺了 什么呀能知道 不是真的心地清静 因为没有自己正弱了 不是说哎呀 妈不妈 无所谓了 都成熟了 耳根清静 不是那样的 嗯 不是耳顺的经济 是清静清静正量的经济 其实这些都是最主要的 就是我 我说你修了好几天 我看看你的心态 还缺点 还在有 心态在游以不定 就像 真的那个心滑溜溜的 就像个小鱼儿 呜呜呜 穿过来穿过来 哎 你这个鱼儿要拿去 鱼儿小鱼儿 要拿走 不能心不能那样 串来串去 眼睛 不能找瞬间 不能找瞎 嗯 一律平等 面对身边的每一个视讯的时候 平等 无二 这是你要修的 嗯 不能 不能 就像这个世界的人情四骨 在 你进到场那一天 不能人去说 常住在这儿的时候 大家很熟了 因为五六年 大家拱在一起 吃个垃圾 他们熟 那你进来 一定要进到场 开始休息 平等无二 所以所有的人 第一是平等无二 第二 哪个都不近不远 不近不远 不近不远 中立 啊 不能哪个对你好 啊 就是切上去了 咱俩自己 知己 哪个冷冷的 你就 你是 你是在来成就道也的 啊 如若不动 安住在 因为这个对你比较重要 那对其他的重要 我也会说的 嗯 但是每个人的成道英语也不错 我该说的 有的是缺这个 有的是缺那个 他对你以忠道 因为你在红尘里边在 坐红尘那种 你都 有时候会住住情啊 这些东西 嗯 既然你来了 坐在这个凳子上 别人欢迎你 不欢迎你 都不重要 既然你坐在那儿 你就这样停下来 两三天以后 你的心能才能恢复 你的心里边 这儿已经干了 知道吧 心脉 这会是干枯的 你如果不停下来 心还在晃动的话 你 你那个心的力量补不起来 你这儿已经干了 时间长了 你睡眠不好 你说了瘦啊 什么这些 你这一块 慢慢你会夜市的 生气也没了 修得干巴巴的 我们可以用有情 菩萨都是有情众生 因为有情啊 菩萨叫有情啊 菩萨有情 但是顾不上人情死共 顾不上 顾不上讲人情啊 他是蛮有情的 因为六道众生啊 他顾不上做人情啊 但是现在每个人 大家说 那 你不要看说 那位师兄 你怎么不说 他出去应酬啊 或者 他在做事啊 是不是 你要出去 游戏比较 有的师兄 每个师兄修的是不一样 他入到 他葬到的那个地方 也不一样 那老师出去应酬啊 去找怀仙 那应酬 那是立马死了 你修行 你要注意 你 既然在道场呢 就 正不是说 哎呀 如如不如 你气也不出 不是这个 正身正义 正心正义的 首先是诚恳说话 有话说话 没话不要乱说 一天我有话问你 就问 有问题就问 有话就说 不张扬 不会乱说 然后呢 大家更不会 泻灭了 还就是 就是 瞧戏了 或者是还说一些什么 不该说的话 那那那一般 你们都不会的 但正义 大家开玩笑 哎 有时候说还看着 炒太炎了 有时候大家太熟了 放松一下 开个玩笑也是可以的 幽默一下 开个玩笑都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说话的 在私心们交流的时候 正义就是 他表现在你说话很真诚 而且是当下 在说当下的话 很真诚很诚恳 踏踏实实 我就在说话 我问你你答 你答我问 聊天也可以 聊天很真诚的在交流 交流一些东西 开玩笑也行 但是你会发现 大家都在 真的是同行道友 亲密无间也可以啊 大大闹出去散步啊 散滑都可以啊 但你会发现 很崇敬那个 琴很崇敬 就像那月月似的 是吧 即使护生爱意也可以啊 但是他 他不是那种 画来画去 乱动乱窜的那种状态 那会是障到的 哪怕他就像一炉明月照下来 静静的 清凉 那位琴也很清凉 是那种 大家就是乱七八糟 热闹闹的 就像猪海的 就是 无眼瘴气 是吧 切纸 先清静下来 然后纸 心若止水的时候 慢慢就开始清凉 心脉清凉的时候 你就开始能量聚足了 知道吧 能量聚足的时候 你才能 开始 这种能量 才慢慢慢慢聚足 到这个时候 你才得定啊 定完了 你才得空 知道吧 你才能 空完了 你才能游戏三美 你做个不做一个样 说个不说一个样 你才能进入游戏三美 你才能 其妙有 才 就是空里面 其灵动的东西 否则你会死在哪儿的 你要不是真空 你那个不动就是死板 就是刻板 你就坐在那儿 你也不动 板的就是这个木端嘛 不是 但是刚开始 我们是散乱嘛 所以不动啊 慢慢慢慢 你要不动的目的是 最后心的正到空 然后呢 慢慢的 你只要真空了 你一定是妙有 你一定会圆绝 一定会妙有 因为真空 随 起念就是起用 起念就是起用 就是真空起妙有 而且是无分别的起 随缘起 一定是随缘起 起完了就没有起出 没有落出 所以做个不做一个样 因为这儿空了嘛 所以他没起出没落出 就正如本无生境界嘛 但这是从子 从顶 从清凉 从这些开始的 一点一点点就进了 一开始从正开始 正 直语的时候 直语 你修直语就是废话少说 但是废话 一个是从嘴里出 一个是从心里出嘛 心里 心里出是 我们心好像在关闭了 但是心里边有很多人情 知道吧 人间的 人道的情 人情事故 人情的东西 都要造语 对吧 都要造语 其实中生不需要这些东西 暂时不需要你造语 因为你在修正 你又不是在官场上 在生意场上你的造语 现在你在稻草 稻草不需要 就算稻草三界九楼 三界九楼 三角九楼都有 六道都有 但你不造语也没问题 大不了大家都不理你 那真好修行 老师有的造语 做老师的 他的造语 写人 其实是什么 他毕竟的希望 每个人 对他产生信任 否则他怎么会跟他学 这叫佛陀 当年 他的弟子产生信任 他才能跟着他 听着 他才能做向导 否则他就不跟着他走 他是为了度化他做的那些东西 否则他没有信任 怎么走 他不走 他会自己乱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sumCast 感谢观看